我们来看一段这个安东尼是如何打那个 他是怎么打面块的 我们知道中距离呢除了你可以低位除了你可以你运球运球往低位占打 同时你还可以他由 由那个背由那个背身接球的转向面块打面块也是可以的 这是低位 这低位跟中位可以低低位跟中距离面面块单打的他是一个配套技术 你既可以在45度角接也可以在两个弧顶牛角位接也可以在中间接都可以 面块单打技术呢就是围绕着这个篮框的一圈 你是面块接球还是背框接球都可以 看一下这个安东尼是是怎么 他是怎么起手 这当然那个面块技术我们前面介绍过一对也介绍过一个123招是吧 那么这里边呢他他他在这个123招之前还有还有一个变化吧 这个安东尼的这个系列里边 加到我之前讲的那个面块单打123招 之上 这个面块技术就 丰富了 更丰富了 他其实是一个原理 他是其实是那个就是在那个阿拉朱旺 我们看一下在阿拉朱旺那个那个运球的一个 变化应用 就这球 我们知道那个就是 这种球就是常见的是 之前我 我做那个视频就是从阿拉朱旺那个视频 一个 一个右脚蹬地然后从左边切入 进去了 他这里面是没切入直接跳投了 那么这个等于是你切入 一顿形跳投等于是一切入的 之前的更 更为那个啥嘛 更为基础的一招 如果你这跳投没有的话那么你这个 切入呢他就不好切入 他离你太远就不好切入 他一贴着你他怕你跳投 贴着你那你就好切入 我们看一下刚才他这个这球的这个 原理 首先他这个 底线有一个无球运动员跑 无球队员无球跑位 小个拉出来 然后呢 这这边强侧挂一三角 挂一个三角落位 然后弱侧呢是两个人的一个挡拆配合 两个人挡拆配合呢 这样呢就是造成了这个 就是把这个 弱侧的一个低位位置要住了 这样强侧一个三角配合把这个 防守队员呢 西在这个强侧 两个运动员呢在弱侧 然后形成那个一个 形成一个一个挡拆 然后呢一个 他这里实际上没有没有挂到最好 如果说你挂的好的话这个挡拆呢实际上 你挡过来 本来是他去防防这个人 然后结果呢还最后还是他去防他 他俩就换回来了 这里边出于什么问题呢 那么我们知道挡拆的时候 当然他这里面实际上就是要给那个安诺尼登打 就利用的安诺尼登打强吃强的能力 我们知道这个 打球上的最好是以强吃以强打弱是最好的 如果本来是这个小个呢防小个大个防大个 他这个挡拆呢 他实际上是没挂住 没挂住以后又又回去了 他这里边呢应该是这个 在低位挡拆这个他等他 等他把他等这个这个运动这个 小个运动员呢等这大个运动员呢 就是安诺尼了把这个 把这个小个卡住以后他再过来 此时呢他过来以后呢 因为他这个他这个 15号是采用一种延误的方法上来延误 直接换人了 那么呢 他一换大个一往上卡他就 他就要低位 那么在这呢 他做讲座没投 这实际上那个他有他有一个充分投篮机会 我们知道小个运动员 第一个 第一个能力呢就是 惯眼户的第一个能力呢就是 惯眼户这要有投空篮的能力 他给你机会投呢 那你要投 而且他还能投进 假如他这个球呢 小个运动员呢 1689能够投进 那么他就必须 在这个地方他不能够这么顺利的缩回去 那么这15号 这大个呢 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就必须得 抢上 抢到这个小个前面来卡住他的三分线位置 那么他一卡三分线位置以后呢 然后再落 再落低位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那个大大小 这样就形成一个大大小的局面 在外侧是小小大大个是 在内侧内线是 大大小 这样就是一个错位 但是呢这里边呢 由于他这个什么呢 由于他这个小个呢 在这头呢 他就自己的这个三分球也没什么信心 所以呢他这个就 是个假的 就直接交给还是交给安东尼 让安东尼呢去低位单打 那么整个这个战术呢是是个假战术 他目的就是为了把球交给安东尼拉开空间 让那个 让安东尼去低位单打 那么看安东尼在这块呢离栏框比较远 接球位置呢 我们说了 你在这 从这个位置往直线传球 而不是从45度角这个人呢在这个45度角 斜线往里掉 斜线往里传的时候呢 他这个接球的时候呢 他这个防守者的 防守者的这个角呢 他离离这个 运动员他比较远 他不他不容易接球就转 那么这里边他用右手右手来去那个 用右手的一个方向去 支他 支他以后呢 等于是你从右手支你 按道理讲我如果贴得近的话 我应该从 右侧转过来 右侧这边的人太多 从左边转没什么人 左边的他又是他 他防的那个 他的主要 主要防守方向是左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右脚在前 那么我应该从 这边做 这边切入 从这边切入的时候呢 就是用这个面面 面框弹打技术 是非常好用的 就是往这边往这边一个一个 讲座 然后从这个 他的支撑嘴在前 过右脚 右脚在前那么你应该 此时突破的话应该选到从左 他的防守者的右脚实际上是你的 运动就是进攻运动员的左侧 从左侧这边切入 这是最好的一个一个进攻选择 那么你要想这样做呢 那就是 用之前打的面框再打技术 左一晃然后这边就切进来了 这里边呢由于他是他一晃之后呢 他一下晃然后他往回撤了 我这给他足够的空间 那么他直接就直接就跳投了 你这里边呢就是你一下移以后运动员应该后撤 同时呢把这个 换成并换成那个 因为你这种向前的步伐呢实际上是想冒的 球在上的时候你这个双手是 球在上的时候你这个单脚是往前移 他球往下拉 他ı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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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ı f 他 当他蹲的时候 当他蹲蹲他的时候 就是右脚往下蹲 蹲他的时候 这他这个摆动 摆动的不到位 应该摆动到右 摆动到这个右手 这个手双手啊 从左边往右摆 摆到这不光是脚往下蹲 手还得摆到这 然后再往右手再往前一拉 这个球才摆到位 那么在这个摆 在他摆动的时候呢 这个 那么在他摆动的时候呢 他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防守运动员啊 他这个双脚应该回归 这个平行位置 往后退一步 防止他的突破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再拉起来的时候呢 再拉起来 再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单脚再跟上 这样去防守 那么目前呢 就是他呢 这个 这个安东尼呢 就是就是直接就跳投了 因为他离的离他过远了 再看一遍 还是刚才说的 这这这这边跑位呢 只不过是一个虚跑 还是他为了是给 安东尼 拉出一个 我不知道在这边 如果你这个低位进球的话 那么这个人呢 应该打强侧呢 应该是给他 给他再给他掉他 或者是直接 给他掉他以后 然后 然后 这两边 切过去跑三条战术 那么他这个弱侧呢 弱侧呢 他这个 嗯 他提供 安东尼 应该是大解锋吧 大解锋给这个 给小胆小胆再掉回去 这样打一挡拆 换 换位都没换上 为什么没换上 刚才我说了 就是小胆投篮三分 没有准 没有准度 没有准度 造成你这个 造成你去换房的时候呢 他根本就不理你 直接回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好在他这个战术设计呢 也不是为了让小胆投资 他实际上就是给安东尼弹打 那么他弹打以后呢 他右手知道他在 用右脚去防他 右脚去防他 应该接球就左转 可是呢 他安东尼呢 好像 安东尼应该接球就右转 安东尼这个接球就右转 这个技术好像 他还常用 没怎么见过 他基本上 如果他用左腿和左手顶他的话 他会接球就左转 但是如果对方用接球就右转到 接球就右手跟右脚的话 他会转过去打面块 打面块呢 还是 那你肯定是过他的右脚嘛 我们知道这个过人呢 这个过人的关键就在于 他哪个前脚支在你前面 你就从哪边过他 右脚支在你前面 这就等于从这个方向 从这个进攻者的左侧过他 他左脚支在你的前面 变成前脚离你很近 那么你要过他的这个直升脚呢 就是从他的这一侧走 那么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摆动 这个摆动之前 之前刚刚才说过了 之前这个摆动有问题 摆动应该随着这个腿的摆动 向右 从这个进攻运动员的 从自己的左侧 往右摆动 同时根据这个腿呢 摆到一条摆到位 摆到位以后 再往下 再往下 再要一下 这样 插 就说摆动幅度要大 摆动幅度要大呢 就是先摆到 摆动到一边的位置 然后再往再往过以拉 那样去吧 这样而且要摆动到低 从上往下摆动到低 砰一下 摆到你的膝盖 摆动到你的腰部 或者膝盖附近吧 就是在你的腰部 拉到你的腰部以后 再往下蹲一下 这样呢就会从就让就根据 这个就就把他的重心晃动了 这样他等于没有实际上 安东尼等于这个球 没有晃动掉对方的重心 他只不过凭借自己的身高 和弹跳 稳稳的把稳稳的用这个 稳稳的利用这个身高 和弹跳比较高 把球打进 实际上对方的防守是很到位的 看出来这个安东尼的这一招呢 他虽然用的用的用的比较常见 但是他用的并不好 他求准就是 这里边就跟刚才说的 这是一个反向的一个三角位 三角三角站位 那么三角站位呢 跑完以后呢 这两个人呢 要下拉 下拉以后呢 形成什么呢 形成一个传切的机会 先后的下 先后的传越 形成先后的这一个空切 把这个球 把这一侧拉空 本来是一个强侧 弱边只有两个人 那边有三个人 然后呢 他一接球以后 等待这两个人陆续的一个跑位 跑到弱侧去 跑到弱侧去 这样的强侧变成弱侧 强侧就是我三个人的进攻队员 堆积在强侧 这边叫强侧 那么弱侧有两个人 那么我们他 他就是一个反向的一个强侧跑位 然后呢 三个人 三角战术 把这个 把这个防守运动员呢 通过这个小空切拉开 实际上这个空切呢 他就可以变成真空切 这实际上已经跑出来了 空位 空篮 但我们说安东尼 他的打球的特点呢 就是他自己球准 中距离球准 但是传球不行 人家跑这个战术 虚虚实实变化呢 他只有这个最后的自己单打这一招 而这些呢 本来是可以虚战术 出了机会 他这个跟防不到位的情况下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呢 直接的就是打这种球 那么安东尼很少会传出这种球 这两个人陆续一个空切 如果有空位的话 那么他可以坚决的打篮一下 掉一空盘 这个球呢 就是安东尼的这个 弱 非常弱的地方 我们纵观安东尼的这个整个的实验生涯 他现在已经快退役了 是吧 那么他整个的这个生涯问题都是这样 实际上在纽约伊克斯当时 他的战力是很强的 包括在绝今都非常强悍的 那个球队的战力 但是呢 由于安东尼的占有了大量的球权 但是他又没有很好的传球机会 传球的那种意识 他不愿意传给别人 他总是愿意把球牢牢的抓给自己手中 自己去得分 自己去享受这个得分王的待遇 而不愿意通过这个自己的这个进攻 把这个整个的球队 把打出这个战术支点的这种作用 战术支点的作用就是你的得分能力会下降 队友的这个得分会上升 那么你如果起到战术支点的作用呢 通过你自己去吸引包夹 然后让队友产生空位 绕着你打 但是呢 队友的机会就增增加了 这样呢 就是能够增加你的这个球队的战绩 你的战绩会大幅度的升高 但是呢 这个安东尼呢 他就过多的看中了自己的这个得分 他不看中整体的这种战绩的提升 而来 而且呢 他就在这种在这种空气的地方上 他他就从来不穿 都是自己投 这就导致了这个整个的球队的战绩 是实际的这个 机会的战绩是不行的 人家报夹你 你还强来那就不行了 那么这个玩意他强打 但是这精彩极紧 但是进了是吧 那么很多时候也是不进的 那么他这里边 他这他这个晃动就刚才我说的 晃动的到位到位不够 他在这把球晃到中间就开始往回收 这是不对的 这样的话你没有晃动对方的重心 起码你没有最大程度的晃动对方的重心 你这个球呢 应该继续摆动到右膝 然后再往右一拽 最后那一下拽是很大的劲 砰一下 然后直接到这边 然后再往回收 就整个让这个防守运动员 把你的这个防守位置给闪开了 那我们看他实际效果 闪开了半步 然后他往过切呢 他也没切 这个地方就是之前我们看完了 奥拉珠王那个视频 趴一蹬 然后那个直接左脚交叉步从这边切进了 他这里呢就选择直接跳投 那么他所有的跳投都存在这个问题 而这而我们看他接这个左边切入 他也能切是吧 但是他切的就不流畅 他就没有那个奥拉珠王那个球 他能不能行于流水 他这个切入呢 就是经常的就靠挤一挤进去了 但是由于这个安东尼的体格呢 比较大 他这个球实际上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移动走路 在球还没下球之前呢 他左脚移动 我们知道这个在启动走步的时候 有两种 这是其中之一 支撑脚 支撑脚提前移动 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就是小碎步移动 是第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他这个支撑脚本来是左脚 然后他往右运球 右脚右脚一大泡步 然后再迈左脚 左脚落地球落地 这个那个那个就干脆一个启动走步 那个是步法上的走步 这个步法 这个步法 步法上是不走步了 但是他支撑脚提前有一个小移动 这也是不行的 我们再看 他始终的他他这招呢 始终的存在这个问题 而且呢安东尼呢他也没有把这个这招跟那个我之前讲那个 奥拉朱网的一招呢 结配合上 这两招本来是一招 它是配合使用的 你往左边一晃 右边一切 这是那个啥 而这个安东尼他实际上没有这一下 就是就这么一招 然后呢他有这个 他有这个直接从左边直接移动进去 但是他这个移动进去呢 全部都是 你看他每一个球 切进去 他要么一晃一条头 要么直接晃 直接直接从左边走 他没有这个一顿从左边走 而且当他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切进去的这个脚步呢 开始都都是那个小随步支撑脚移动 我们知道他是知名球星 NBA是杀业联盟 他对这个大牌球星 基本上是不吹的是吧 可是到了国际赛场上就没人惯着你这些臭毛病 就就会狂吹你走步 然后比如说那个科比刚到了刚到了那个国际赛场 不了解国际赛场对走步吹就很严格 频频的被那个 被那个吹走步 这也就是美国的实力强 他丢了一场分子无所谓是吧 但是呢 在后几年的这个国家队队比赛中 科比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就把他的步伐做了相应的修改 像这种球就避免了 你就在国际赛场上预演打出这张球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 单打的几个问题 首先 你背身单打 首先要要到一个低位 要到一个低位呢 那我们看有两种有有这个 这是两种经典的方式 一种是通过在弱侧打挡拆 然后最好的造成一个大打小 大打小不行的 就是在要是要成一个低位也是好的 像他这样 最好呢 我是那个是这个安诺尼打这小个是最好的 我通过一挡拆把他挂住了 然后再回传 形成一个 他这里边就是既没挂住 这边也没三文球 所以呢 就是就是人家就是换房换回去了 那么呢 这是一种在弱侧直接 在弱侧直接通过一个挡拆要位 要到他 要到这个低位 要到这个低位位置 直接直接那个个人在哪 还有呢就是你强侧仨仨仨仨仨之后呢 你要到这个直接掉进去以后呢 那么这两个人呢要顺序 陆续的空间 你要一边一起往下空间呢 他就把这条路堵死了是吧 陆续的空间把这个两边把这墙侧切成单打 单打的空间清出来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一定要避免像安东尼一样 成为这个球队的这个球霸和毒瘤 人家人家跑下来跑出去空档了 你也要给人家 把这个球呢传出一个妙传来 他一个切住 切进来这块呢实际上已经呢 这个防守队员呢他已经呢失去了这个 他还在瞅这儿 此时这个球呢直接掉在这个地方 他就直接就那个防守来不及了就 直接直接往篮块往篮下这一掉 这个人呢就直接空中接力了 那么一定要想避免像那个安东尼这么大球 就是说从来不传给队友 那么他两个人呢往下 往下往下往下那个陆续的一个空间 一个空篮这边也是这个意思 他从底线溜底线你如果有篮的话一样给他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两人都拉过来形成一个单打 然后他就自己单打 自己单打呢就是还是那个问题 他他只有向走下这一顿 这一顿呢顿的不到位 他应该继续往下 但是由于安东尼打的就是他自己的身高提供 他实际上这些假动作呢可有可无的 然后呢他这个这一顿顿的不到位 不到位造成他这一顿接左切不好 所以他基本上没有一顿做左切 他的左切全部都是直接左切 直接左切呢这个这个 这小碎步呢是不行的 在国际赛场是不行的 我们就看出来就是虽然很多的 他这个安东尼这个大排球员 为什么他他跟那个詹姆斯 并列于那个MBA那么多年 十多年 然后呢他从来没有取得很好的战绩 他的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技术能力跟 整个这个战术的配合实际上不是很到位 他的个人的这个技术能力是没问题的了 但是就是对这个整个的这个 我应该面对什么条件下 选择什么样的个人技术 他不是那个非常的非常的恰当 这小细节上 我们看他左边切入这一下 他就费劲 这边直接一步就过去了嘛 直接从这一晃 然后就切进了 切进去 他的他的身高体重就直接扣篮就完了 我们是一起一切进去之后 一个挑篮 一个右手的 一个右手的舔右边这个篮 从这边 啪一打 然后一个交差步进来 交差步进来 然后一个小跳步冲略 小跳步双手挑篮 总之呢 这个个人技术就是我之前讲那个面块担打的技术的第一招 因为他是第一招的一个变招 直接投了 当你拥有这个一个中距离非常准的时候 而且这个防守你的人呢 他跳起来够不着你 那么我就可以选择这个一顿一头就完了 而且呢 我结合什么 我结合这个 我结合这个一顿一头 然后结合这个一顿 从左边切入 我还可以什么 三招是什么 一顿 从左边切入 一顿呢 右转身 后转身 右手的后转身转回来 从这边 从这边去突破 从左侧 右转身从左侧突破 还有呢 是往右一顿 往左边也不切入 然后右脚一个试探步 往回转转回来 一个前转身转回来 然后从右边突破 非常快的 因为他这个 因为就是充分的利用 他的一登地产生的反弹力 跟他自己的这个一转的这个劲儿结合上 就把对方的晃动的同时 我要我从另一侧切入 这就是这个球的一个 一个相继变化的这么三个招数 那么他这里边呢 直接选择了 跳头 跳头和左侧直接切入 那么他这里边 他这一晃一顿呢 跟这个战术的选择呢 都有问题 这里边的问题呢 应该是他在这个 换野户的过程中 应该要形成大杂起 形成错位 形成错位的关键呢 就是你这个 你这个换野户的时候呢 必须得先挡住他 挡住 挡死了以后 他在 他在这个 持球手在动 现在呢 他还没挡 还没挡住人呢 他就坏了 这样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么呢 他这个这个人的防守能力也不行 图腦能力也不行 他又换回去了 等于这个打拆呢 基本上就白做了 相当于我直接调给你 我直接调给你好不好 你要等他 拉开的约道 你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的 广东 广东的毛病 广东的这个幅度不够 登地那一下不够突然 好在呢 安东尼的跳的高 那么这里错误啊 就就不说了 本来说的说的很多了 避免一个 避免一个战术上的错误 避免一个那个党拆不到位 然后 但是我们前提是他的这个战术跑的 最后形成的效果是让安东尼登打 这个效果是很成功的 这个战术你说是很成功的 但是呢 他并没有通过这个跑位的这个战术呢 运用一些个变化 然后把整个的队伍战术 战略层面上串起来 他没有到这个 只是这个局部的战术是成功的 但是局部战术 在战术成功之下呢 我们在我们就考虑到一个个人技术的选择问题 这里边呢 他的这个 跟技术选择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有些细节做的不到位 那导致他的这个命中率呢 如果是一个强力防守队员他这么打的话就有点费劲 我们说这个打球呢就是应该按照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优势去打球 优势跟对方的劣势这么对比的打 这个 这个部分我们就看到 你 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